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家非常好的公司 这个年前后联勇股价大爆发 今年股价再涨18块 涨幅是3.4% 已经涨到了544块了 联勇的股价已经是544块了 这家做驱动IC的公司 最近可以讲说是被外资点名 千元股 外资说要联勇1000元 这个现在才500多 如果你真信外资 你现在去买还一倍了 那问题是我们在讲联勇的时候 那时候才300多块 300多块 也是由宏达来讲的 同样的我们今天请到了 财讯双中开的副总编辑林宏达 到我们节目现场 宏达您好 孟晚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一样有直播 大家上YT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 我记得你那时候来讲联勇 就是说 但也不是只有讲联勇 就讲一些台湾的好公司 对不对 这个其中就有联勇 我们还特别讲联勇 对我们好像筛选出来的 对你们筛选出来的 用报表去筛选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联勇股价 应该才不到400 大概200 300左右 对啊 我印象很深刻 没多久前啊 是啊 顶多半年前吧 我们看他一路冲 100 200 300 400 544了 这个联勇真的可以到1000吗 这个外资喊联勇到1000 你觉得呢 他是真的有这个 有基本面的喊吗 还是说外资也是打高空呢 是怎么看这个事呢 现在在投资圈里面 这个驱动IC的整个涨幅 这不是联勇一家公司 你各位去看这个驱动IC 很多公司 包括HIMAX 刚才可能忘记了这个 HIMAX这个公司 齐景 齐景的股价在美股挂牌 他照样也是涨了快五倍 所以是很短的时间内 所以看起来是整个族群在往上 那当然这个看好的人会有他的看法 然后觉得说因为涨价 因为种种原因 那我想他是因为这个过年之后的一波涨价 导致的一个调整潮 股价往上 好 那今天来讲奔牛股 对不对 这个奔牛股是你们这一期财讯双周刊的封面报导故事 怎么样操作今年牛年 界定一下牛年的行情的特色吧 我想这个我们第一篇其实 就是这个采访这个张熙 张先生 其实这个很有趣 我们过去一年其实常常会讨论他的看法 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在低点的时候 他就喊说 其实台股会上一万五一万六 后来修正现在说两万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 都说这个逻辑到底应该怎么看 其实特别是像连电 因为我怕半导体 连电其实他相当早的时候 他就是先喊四十 大概喊三十四十 那个时候可能可能二十块二十几块 那现在大家 就是对很多东西 现在他喊出来一个就是 可能认为台股其实是 有没有两万点的这个航行 他现在认为说 其实台股可能接下来 一两年是不错的一个状况 一两年 看到你一两年后 这个所以还要持续讨论这个逻辑 要这个怎么样去看这个逻辑 对 所以这个封面的重点在这里 好 那这个一到所谓的一两年都还不错 然后可以到两万点 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样的逻辑构成的呢 其实我们这次采访了不少的名家 商席其实是投信投顾工会的理事长 是对不对 他也是在业界有一点 有相当的经验资历分量 操盘国泰的这个投信的钱 是 但是我想仔细去想 其实第一个我刚刚跟慕华谈到说 我最近跟一些我在这个 这个大厂 这个外商的高科技公司的采购的朋友在聊 他们说这个笔记型电脑 他们现在追料 已经到年中以后了 就是今年中 之前都是处于缺料状况 那特别是晶片 所以我相信呢 这个在业绩这方面的确实是一个 在今年中间之前 供不应求这个应该是 确实是存在的现象 那就从基本面来看 那就算把它补满了之后 还必须要建立一个安全的水位 这是基本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原来我们是 我记得我在节目中讲过 我们本来认为2020年 是一个科技大升级的一年 那去年因为疫情的 就是疫情的关系 整个受到了影响 那这个指的是5G 然后这个像这个电动车这些 它延后爆发 所以疫情的需求 加上延后爆发需求 所以大家现在看电子业的需求是 后面其实车这些 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 这个需求是存在的 所以这是基本面的一个状况 所以目前是看好的理由 还是因为有确实有这个业绩在支撑 那它并不是一个单纯 只是资金行情 因为就算就算没有这个资金 这些公司呢 它仍然会缴出一个获利相当不错的成绩单 好联电20块嫌贵 30块觉得更贵 没想到后来可以到50块 对不起啊 今天已经快60了 我记得 我记得去年我去一个福人社立会当speaker 然后我就讲连电这档股票 当时连电还不到30块 然后其中就有一个福人社社友 他就跟我讲说 哎呀你今天才来啊 我已经卖掉了 我说我就跟他讲说 不要卖啊 30块以上在卖啊 30块以上在卖 你听到了没有 那时候是几块 我说30块以上在卖啊 现在要60块了呢 没有今天讨论的话题是 立基电股价超越联电 对 所以你看事情不断在变化当中 所以这个逻辑到底通不通 就是说现在目前就是说 整个市场现在是股价在比价涨深的逻辑 我们刚讲前段 前段我们访问那个透过老师讲说 世新KY今天的股价快超过联发科了 世新KY说明明天蹦一下就千金股了 是 那很多人讲说 现在一张股票要100万 我敢买去 就算我买联电我都要6万块 我过去可能一次买5张10张联电 我现在也只能一张一张买 越来越贵 股票都越来越贵 台积电现在一张要60几万 买一台国产车的钱差不多少一点 过去买一张台积电30万 40万对不对 去年初的时候台积电才330块 买一张台积电30几万 觉得还可以买一张台积电 现在买一张台积电又快买一台车了 其实现在我们在讨论的在内部在讨论的其实是这个资本市场的结构 那去看贵买其实比较小的 其实他基本没有太大的动 那动的很多的 其实是这个半导体的相关的动的很多 那可是我们 其实我觉得采访张习这一次后面啊 其实有一个他是讲一个要注意跟观察小心的点 他说的是十年期美国的十年期公债的殖利率如果到1.5要观察 所以还是 当然基本面是快到了 这两天已经1.3了 所以呢后面说 如果这个这个钱的流向 钱的流向 如果要流到债市 那会对股市有点影响 我觉得这一点是要提出来 跟大家讨论的 因为如果大的钱的流向转向的时候 那市场会改变 现在是在看这件事情 没有错 这个美国十年期国债殖利率 最近很明显的在往上走高 像昨天是稍微回落一点 大概是1.3级 对 昨天本来一度涨了四个基点 后来收盘是第二三个基点 但还是在1.3附近 那原本是准备要冲1.4 那基本上他这一波往上冲 已经冲到了1.3 基本上已经是去年二月以来的高点 去年二月以来 所以1.5到2%的确是警戒线 之前我在节目也有跟天后朋友谈到过 就我对于美国股市的看法 全世界的看法 也是以2%为一个警戒目标 不过最近也有美国投行讲了 也有道理了 他说如果美国经济很强劲的成长 2%不是问题了 所以说看法也是随着这个整个态势在改变 不过你也发现最近美国股市有些压力 也的确是因为十年期国债殖利率冲上来 所以我觉得提到这一点的话 就比较宏观面上面去看到整个大市场的一个情况了 可是我们回过头来又看台股也真的是欲罢不能 就每天这些股票就是半导体股票就在比加上工 对但是我想我们这个后面有谈 这个有不同的投资专家他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可能是有殖利率相对便宜的 其实是比较安全的 那是不是一定要是贵的 就是这个也可以思考一下 每个人有不同的操作 如果张席有一个看法我也很同意 就是说从台积电启示录看起来核心持股要长暴 你台积电卖掉你买不回来 就如果买买卖卖的话其实很容易错过大的这个段落 什么是核心持股以牛年来讲奔牛年来讲 如果对您的大半导体专家来讲核心持股是什么 他是提台积电的我很赞同 台积电真的你卖掉买不回来 你看我这个679块卖掉 你会在580那波跌下来去补吗 不会你可能说再看看吧 跌破月线的会不会跌到季线 会不会到530550 我到530550再买 没有到这个价钱 旁旁又给你冲上去今天又660 那你卖掉了买不回来 或者你买越买越少张 你本来可能有10张台积电 你卖掉了剩下5张了 5张了你要再买回来 你可能只买了2张 总持股剩7张了 就少掉3张了 是这样吗 所以对您来讲 今年的核心持股 你会一直抱的 大概是什么样的类股 也许不是个股 什么样的类股 你会一直抱着 我想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我回到原来就是说 就是基本的条件 它的营收获利 比如说我越营收 我一直都要创新高 那这种你至少抱起来 比较安心嘛 对不对 所以每个月要去盯营收 对啊 比如说日月光 我就觉得 它的营收都是创新高 这种状况 看起来就是 心里比较舒服 对不对 台积电的营收 不断的扩厂 我们来了好几次谈 它不断扩厂之后 我记得去年底 这个刘董市长 三奈米上凉 对不对 今年就可以期待 三奈米要有贡献 有产出啦 那这些都是你的心理 那心理上可以 让你相信 今年它这个业绩 股价一定是涨涨跌跌 有人卖 有人买 外资可能卖 那散户买 可是 如果公司越赚越多钱 只要你相对觉得 它是划算的 那我觉得 你就可以考虑去买 绿越光今天快120了 我记得我们 我们去年 去年来我们节目 我们谈到绿越光 那时候60块 60块 今天到现在半年时间 差不多快一倍 可能还不到半年时间 对 那时候我们有很多辩论 那个 我们编辑师有多辩论 我们那时候还讲说 奇怪绿越光Q3 哇塞 股价一直跌 那么好 Q3的财报这么亮眼 为什么股价才剩60块 好像很估值很低啊 嗯 就奇怪市场不喜欢日月光 哇 外资开始萌买 对 所以 涨到120了 今天快到120了 对对我来说 像投资就是你变成公司的股东 那你一定希望自己持有的是一个 呃 营收不断创新高 而且是 利于产业龙头 不败地位的一个公司嘛 所以 这样就可以去分辨说 哎 为什么哪 就是有一些族群他可能 不断的在往上 比如说 前一阵子在台航运的时候 哎 我们内部就在讨论 哎 这个航运的股价啊 全世界都在那往上 哎 台湾就修正很多 可是 这个当修正完之后 业绩好了 他还是会回来 涨太多了 他又会下 但这两天海王子又复活 又回来了 所以 所以还是公司赚不赚钱 跟业绩 好啦核心持股要报牢了 这个观念很重要了 就是说大家 核心持股你绝对不能卖光 比如说你台积键手上十张 你可能可以调个两三张 你不能全部卖光 你一定要摆着 为什么 因为你卖掉买不回来 这真的很铁血淋淋的例子 或是铁针针的例子 我们那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 尤其是产业龙头这种 哇那这种价值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好公司你可以给他 让他一点 都给他一点钱 比如说 齐锦以前真的是 这个股价烂到透了 没有他很长时间都在15块 对啊 突然蹦蹦蹦就跌到了2块 我常常在看 你常在看 蹦蹦跌到2块 现在又回到10块 好短的时间 他找到4块错 我想怎么回事 又找到17块去了 现在17块 现在15块 现在15块 但是他反映的是 整个驱动IC缺货的状况 可是我其实对于像环球晶这些 我要在观察 我在观察 也不是保守 就是说 那不过种植头还是台积电 因为环球晶是它的供应商 你知道你家工叫彩玉吗 知道啊 那你就谈到后面这个 对啊 他是要上柜还是要上新柜啊 细节我就没有细旧了 不过他要公开上市发行嘛 你觉得彩玉好吗 嗯 可是支持 应该是同心 外面大家在谈说 同心电跟彩玉有合作 所以他可以 有一些发展的机会 对啊 但是我 等一下你要讲一下同心电 对 你写的 对 同心电可以谈一下 同心电也蛮热的 可能会台积电还会修正吗 一定会啊 只是 谁知道 嗯 台积电修正一定会修正 只是修正下去 你会不会敢买 那你怎么看万斯对台积电的这个持库 他就1900万张 你说叫他继续买吗 他当然会卖啊 他1900万张台积电 他怎么卖的光 他已经这么多股票 他不可能再替你抬叫啊 我去查了一下 有一千张以上台积电的 占整个持股比例89 去香港啊 对啊 1900万就是外资啊 对啊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就跟宏达在谈这些 我们刚讲的这些 日月光头控啦 这个联勇啦 从我们谈到现在股价真的都一倍 这也长期听我们节目的 听众朋友都知道 但这也没有什么好讲过去的事啦 我们叫展望未来啦 对 那讲过去的讲太多了 有一次我去那个中心诊所 去做超音波 那个超音波市的一个护理师就问我说 哎有什么股票可以买啊 我说我那时候看来看去 我说你去买日月光吧 因为我觉得日月光最稳 那才不到80块 哇买了听说他买了不少 然后呢就因为我一个同学在中心诊所嘛 就打电话来跟我讲说 他赚很多钱了很感谢你 我说那是他听了他有买 那不用感谢我 结果他说他100块卖掉之后 他就问我说你还有什么股票可以买 哇哉 人性就这样 这个责任很大 赚到钱就要讲这句问说 还有什么股票可以买 我只能跟你讲哇哉 我要知道我就去买了 对不对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看你要卖100块卖掉今天又快120了 所以这个就刚才所讲的核心持股 如果真的是这样 宏达讲全世界最有竞争力的公司 龙头型的公司 你就抱住吧 联发略光我们那时候讲 也不是讲他什么多好多少 什么讲他是全世界封测第一名的嘛 还记得吗 我们不是讲说 你不要以为台湾只有台积电 金元代工是第一名 我们的封测族群在全世界事在也是第一名的 对不对 当时你们我们做封测的封面 对啊 后来好多人问封测的事情 对啊 所以核心持股报老 好那接下来我就要继续请教宏达 除了核心持股在奔牛年报老之外 我们还要什么样的这个操作的概念呢 以及我们还可以再关注什么样 相对机器比较低一点了 我想我们在这一次的杂志里其实谈了蛮多哦 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写这个同心店 那还有像广达 我想广达是一个好的公司哦 那它其实是有一个不错的表现的空间 那这样的红正哦 诸如此类的 那但是同心店我想特别可以谈一下哦 那因为这个是观测到说 其实现在在这个车用店开始之后 其实镜头这件事情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 那同心店其实很有趣哦 他原来其实是一个食品公司创的这个封测厂哦 食品公司 食品公司真的我去查 他真的他的母公司本来叫同心食品哦 你去看那个同心店的年报 副董事长是同心食品派的哦 所以所以我去查才发现 诶那这故事就有意思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2019年哦 这个本来公司经营了三四十年了 从这个原来的食品的这个手上 等于我希望这个要实现嘛 那就换个人来做 就就把这个股权交给了这个国具的董事长陈泰明 所以等于同心店呢 他原来有个不错的基础 然后他才进行改造 那这种公司其实不错 为什么因为他有个不错的基础 可是呢新的资源新的方法 诟病的方式资金进来 其实整个公司就开始有不错的活力哦 所以我们这一篇在讲说 同心店经历了什么改造 你要不要介绍同心店做什么的 可能很多我们听到没有 还不知道同心店这家公司做什么 大家都应该有听过这家公司哦 对但是他其实有一个 他有几个重点啊 第一个就是他在这种陶瓷基板的封装上面 他是有全球的相当高的市占率 这LED照明用的陶瓷基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感光元件的封装 因为全世界像Sony这种 我们做感光元件 就是比如我们照相的时候 他后面一定有一个感光元件 替你当底片 就这个底片 那Sony呢像这种以前都是 一个公司从头做到尾 我就Sony我就把这个感光元件做完了 可是呢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像中国的这个豪威啊 他其实是变成要拆成像台积电一样 我专门做设计 我其他的人呢你就帮我封装啊 帮我代工啊做其他的事情 那这个同心店呢就做这件事情就是 当晶圆厂做出来的这个IC 那我帮他切割还可以 还有就做一个帮他当裁判说 你究竟这上面每一个像素有没有黑点 我们知道说如果有有不良的 就算是一个点哦 在这个相机上看起来就很碍眼嘛 所以同心我去采访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说这个是传统的这个封测厂哦 可能不是对他来讲不是那么大 可是呢他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好 因为他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方 当晶圆厂的裁判 然后同时呢还可以要来帮他把这个整合 帮他这个整合完之后交给后面 交给豪威去做所以呢 正来看呢不管是自驾车安控 只要是需要这个数位的这种感光元件 像底片样这个东西哦 他就很重要 所以呢特别是哦 陈泰明这个人接手了之后 我们都知道他在商场上骁勇善战嘛 所以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我们这个 就写他六百天的改造 这故事很有趣哦为什么 因为呢本来一个老公司很少大大局的投资 就陈泰明一来第一个先诟病先诟病胜利 然后呢陈泰明就开始启动大的投资 十年的投资一年 同心电合并胜利嘛 对同心电并胜利 在去年底的时候 对那同心这个胜利其实擅长车用嘛 同心电可能在这个手机这些消费型产品 他这个比较擅长然后呢还扩产为什么要扩产 因为其实大家都看到这个感光元件的商机的 并不是只有你看到 那这个时候就要比看谁有比较有muscle 那你如果不扩张 不把自己规模弄大一点 哎客户产能要大 马上要请你来直接支援 说你未必吃得下啊 所以呢开始长肌肉 所以说这个CIS影像感封测的产能 从8万片一次就提升到16万片 所以可以看得到确实他在这个 这个整个公司的体质有改变 而且呢他还去新建了一个新的总部 用一次花50亿元 就等于是过去五年的一个投资的金额 所以还甚至连这个像这个卫星啊 他们都想要去卡位 所以这表示我从原来是有机自己赚 然后再投资的这种逻辑 变成说哎我就不要再等这个时间了 我宁可花钱去买时间 赶快把这个成长的力道 把他这个从这个一次弄到位 所以呢这样的公司 然后你看他投资的时候 他一定要回收的啊 那同性恋去年减资 你就可以想象他在 我有问他们为什么 他说哎我其实这个需要做的事情 也已经差不多 因为诟病胜利他的股本扩张啊 所以那思考说要给这个股东 合适的回报的时候 他就选择要把股本缩小 所以缩小之后的这个同性电 等于跟他购病前 其实是差不多的 可是已经也扩了场了 也盖了新的总部了 可是他的股本 你现在当他的股东 你拿到股本 是跟以前差不多的 那这个就比以前要有竞争力 所以他EPS可以挑战10块以上 对其实现在蛮多人看好 同性电未来的一个表现 特别文茂其实也跟他们 文茂跟他是在哪方面合作呢 我记得他是他的读董 就是文茂董事长 陈敬才是他的读董 好所以同性电算是一家 这个今年还很有成长性的公司了 就经过了调整之后 这个样子已经是比过去 这个爆发性 看起来这个准备的位置 准备功夫都已经做了 好那另外 看他有写广达红震嘛 对不对 不是就写同性电 广达就是大家都很看好 但是他就是比较温吞的一档 这个重型股 但是广达去2020年前三季 已经赚已经前年的全年了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 赚钱的这个逻辑上来看的话 他赚钱的能力是比过去好 那今年我们又谈到说 Notebook其实 今年上半年其实是 实在乱需求非常的畅旺 那广达盈在哪里 广达盈在拿得到 拿得到料 拿得到料你就出得了货 所以今年上半年 肯定还是相当中心 他拿料的这个条件跟能力 都比同业强 第一个你的客户是大咖 叫做Apple 大家都要买账 所以今年肯定他上半年 原来会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 我看报告说 今年第一季 笔电大概还是会比去年 好像衰退一成左右 是还是怎么样 还是比去年第四季 稍微衰退一成左右 现在卖的好的 是比较平价的笔记型电脑 所以如果看整体市场也许是这样 但是是空不可 是仍然我相信他供不应求 好那洪正我们没有时间讲 他的殖率是上看10%的 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参考 非常谢谢洪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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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